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怎麼樣把一個CAD 匯入進去 那你當然有首先把你的檔案打開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到我們的樓層平面圖 去找一下你現在要匯入的那個樓層 那這個樓層我們現在就選擇這個 在插入這個地方的這個CAD 那匯入CAD 我們要去找到我們的位置 我們已經準備好這個檔案 注意幾件事情就是你的色彩是否要保留 那我當然建議各位在賄賂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先暫時保留不要緊 因為這樣子你在看的時候你會比較知道它的前往出去 不過也要注意一件事 你如果在CAD的檔案當中 你並沒有把你的不同顏色給處理好 那麼你匯件的東西可能會變得很難去辨識 所以一般我的習慣呢 我會選擇直接選擇黑白 那過來你下一個東西要注意你的匯入的單位 一般你在CAD裡面都是Mini 那進到Ribbit裡面我們可能都會希望它是公分為主 所以你必須要先確認一下你的檔案是什麼樣的尺寸 我們這邊先暫時選擇個公里 那你放置去什麼地方你必須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放置這個位置不對你可能會找不到 所以在這邊把這個選完之後我們選擇開啟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會自動跑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教學當中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 你的檔案其實會根本讓你找不到 所以我們注意一件事情我們重新再來一次 這會幫助大家可以去理解常常會出錯的狀況 所以快速匯入的方法其實第一個 你必須要找到之後 有一個東西是這個 你可以用手動並且手動中心點 這個時候你只要選這個事情它就會有幫助 因為你可以控制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匯入單位其實我一般都選擇用自動偵測就好 因為用自動偵測你可以幫助你自己快速的找到它的東西 所以這兩個才是各位要特別注意的東西 定位以及匯入單位 好你按開啟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自動控制它 自動去變動它 你不會再像剛剛一樣自動跳出 那匯進來之後因為你選擇了黑白 所以你顏色不會出現這麼混亂 然後過來只要你的檔案是有尺寸的 你就不用擔心說放大縮小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來點它一下 並且看到這個上面這裡有個修改 旁邊這個地方有個比例的關係 在比例關係之前我們先在標柱這邊畫一個西部線 特別做一件事情喔 假設你知道某個尺寸 譬如說像這個100乘145 我就在旁邊點一下畫個100 那在這之前當然要特別注意啊 你的管理上面你要看看你的這個 單位是不是公分 因為你現在要距離它是公分嘛 所以你看它的單位現在因此 你必須要把它改回公分 改成公分之後按確定 你剛剛所寫的這個東西 如果它一樣是100 那代表這張圖太大了 我們再檢查一次喔 在多案單位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選擇了公分了 沒有錯公分 然後按確定 所以確定完之後 你可以點這個一下這個圖 然後選擇這個比例 你將這個這麼大的空間 因為我們都知道它其實是100乘145 選擇這邊 你直接把這個最邊邊的地方點到 然後點一下邊界之後 你直接打100就好 它就會縮回到100 所以這個東西也讓你參考一下 你知道的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 你確認完這樣的尺寸之後 你就來選擇用標註 並且用對齊 你試試看 從這裡到這裡點一下 它就是100公分 至此你的CAD已經匯入完成了 這樣的匯入方法其實是相當快的 也相當方便的 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